在实验课上 老师发给每个人两个金属块 请大家利用之前学到的内容 并参考课本 找出金属块的材质 小明好奇地观察这两个金属块 实在是没头绪 聪明的你帮小明想想看 要怎么知道金属块的材质呢 小明好奇地观察这两个金属块 颜色都是银白色 大小看起来都差不多 形状不一样 都是不规则状 摸起来蛮光滑的 闻起来就是金属的味道 没办法分辨是什么材质 小明翻课本想找出一点线索 突然看到一段文字 在固定的温度与压力等条件下 同一种质地均匀的物质 其密度通常为定值 哦 也就是说 在固定的条件和环境下 同一种类的物质 密度会相同 因此 小明知道金属块的密度之后 再对照物质的密度表 就可以知道金属块的材质 那要怎么测量金属块的密度呢 我们来回想一下 密度表示物质组成的紧密程度 可以用质量和体积的比值求得 只要知道两个金属块的质量和体积 就可以算出密度咯 小明想到 之前有学过测量质量质量和体积 可是有点忘记了耶 你知道质量和体积要怎么测量吗 是的 我们之前学过用上敏天平和悬调式等臂天平 来测量质量 用排水法来测量体积 小明决定选择上敏天平 来测量金属块的质量 如果你有点忘记悬调式等臂天平怎么用 可以自己看一下之前的课程复习哦 小明用上敏天平来测量金属块的质量 首先 小明确定天平的指针 有指到正中央的零刻度 表示天平已经归零 不用调整校准螺丝 然后把第一个金属块放到左盘 用砝码夹把砝码放在右盘 经过一番努力 小明总算让天平达到平衡 指向正中央的刻度 小明计算砝码的总质量 得到第一个金属块的质量为22.0公克 接着用相同的方法 测得第二个金属块的质量为55.0公克 测量完质量后 小明使用排水法测量金属块的体积 他加入30.0毫升的水到两桶中 把第一个金属块放入两桶 金属块沉到两桶底部 小明观察到 水上升至38.0毫升的刻度 由于物体会排开与本身体积相同的水 因此第一个金属块的体积为 38.0毫升减30.0毫升等于8.0毫升 也就是8.0立方公分 接着小明用相同的方法 测得第二个金属块的体积为7.0立方公分 测量完金属块的质量和体积之后 小明把测量结果写下来 计算金属块的密度 诶 暂停一下 你也来动笔算算看 金属块的密度是多少 密度就是质量和体积的比值 把质量除以体积就可以算出来了 第一个金属块的密度是 22.0除以8.0等于2.75 第二个金属块的密度是 55.0除以7.0大约等于7.86 小明对照课本上的物质密度表 发现第一个金属块的密度 最接近铝 第二个金属块的密度 则最接近铁 成功找出两个金属块的材质 你答对了吗 有空可以测量生活中的常见物体 看看密度是多少 也许你会发现 更多关于密度的秘密哦